ok 今天是11月10号 马来西亚时间1点32分pm 你可以看到比特币最后经历到68仙的突破之后 往下跌回调 wowwowwowno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ok 为什么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个小时开始要穿线了 开始要穿线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顶背里的那个情况 一个小时这里 ok 而且这个是一个小时小时间级别的一个顶背里 ok 还在开始往下掉 然后开始要下探 然后开始要突破两个小时 的往下走 而且12小时同时也是没有突破我们的七十千 我们讲这两三天最好他要突破七十千 而他没有突破七十千 他往回下掉 这里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一样12小时时间的顶背里 ok 顶背里也就是英文翻译的话 就是 bearish divergence ok 就是他会下跌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特币会不会就此就停住了牛市的脚步 然后往下掉真的是形成了一个 这一两年来的一个牛市顶部 ok 形成一个顶部构造 然后我们继续看他会形成一个 类似于这样子大的一个M顶形态 然后进入熊市吗 我可以想知道这一切答案的话 记得把这整个video看到完 唯一后面跟你分析跟解析 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不要怕钱 ok so 我有讲昨天他是突破了前高点 都会突破了就是七千上到六十八千 最高六十八千五百 ok 可是他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时 他真的有一个顶背里的一个情况 ok 在这里 所以他现在开始要往下走突破 mscd 之下 为止是现在这个是六十六千五百 其实六十六千五百是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一个support line 可是这个support line呢 我可以跟你讲说不会是很强的 ok 不会是很强 很有可能他真正是往下跌 可以往下跌 因为他是对应回之前这个前高点 ok 接近在这个前高点 而且是配了mscd 我们画出了这条线 66500是第一个小的support ok 可是是小的 ok 因为其实因为我现在觉得 他这个很有可能很大几率会跌破了 因为他这里有个顶背里吗 so that 他会止跌在哪里 最好的情况是 直接在65000到64000之间 他最好的情况呢 是会跌在64000 ok 其实他是在63000到65000 这个range 里面都是一个强的support来的 除了这里是他的前 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他之前的resistance 看到吗 这里一个点两个点 ok 这里形成了一个resistance line 差不多是在这边 ok 所以这里是差不多63720 ok 63720 如果我们同时我们如果快低波的话 我们从这里这个低点画到这个高点 刚好回测点也落到63000到64000之间 可以看到吗 说的如果他真的下跌的话 他很有可能他会在这里回踩 这里这个回踩会不会继续往上拉伸就很重要 ok 如果是健康的话 其实他在65000的时候就会反弹了的 他会在这里的这个support的时候就反弹 这个是更强势的走把 可是如果他站稳在63到64000之间 ok 然后他又起稳往上走 ok 这样子是他这个下跌反而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如果你是在找trotter点 哎 这些就是你可以找的一些trotter点 明白吗 可是我们不能够看到他跌破64000 而且如果我们再配合dl strategy来看的话 跌破62000以下就是当圈 这样子我们的finals support 如果你要我给一个数字的话是61000 ok 为什么是61000呢 因为61000的话 macd 他这边顶贝里他就会成立 怎样讲 你看我画这个线给你们看啊 现在12小时在走着一个潜在的顶贝里 如果他始终没有突破 然后macd形成更高的一座山的话 这样子他就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他就形成一个顶贝里 所以顶贝里的话 就是 bearish divergent 他就会往下掉 所以往下掉 我们看到他的颈线在哪里 因为为什么讲颈线 如果他真的是走我们讲的这个顶贝里的话 12小时顶贝里 这里还会形成一个m 顶 所以m 顶的颈线在于哪里呢 在于他的钱 support ok 或者是他这个m 里面的这个切线 所以这个切线在哪里呢 这切线就在我们之前一直在看的这个 60千或者61千的这个价位 说的如果他跌破61千 跌破60千 你看到5字头的话 基本上我会把我的所有的东西 take profit 然后就会开始布局做空 ok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一个警觉心态 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个点形成了一个顶部构造 而造成说这里是这一两年来的一个顶部 ok 物质也是合理 因为这里有一个小m 这里他同时形成了一个大m ok 说的是会是一个大周期 如果60千真的是跌破的话 真的是会进入一个很长的熊市 没有不是一件好的事 可是也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们做future trading的话 我们下跌我们也能够赚钱 只是有可能没有像牛市赚的那么多 可是还是会赚钱 因为你可以做空吗 做空的话 他下的越多 你当然就赚的越多 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m 顶的心态 因为如果他这里只涨 就是不再涨上去的时候 他就会停留在这个m 顶的这个构造上面 而不是形成了一个趋势的延续性 ok 一个趋势的延伸波 了照理来讲我们要看的是 这里吗 这边变成一个海的肉 然后这边一个变成一个海的海 这个才是趋势吗 可是如果他停止长在这里的话 掉下来 他就会形成一个m 顶构造 m 顶构造就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顶部构造来的 ok 所以顶部构造就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里有颈线 大时间的 这个m 顶也有一个颈线 这个颈线在于哪里 在于三十千 ok 我可以跟你讲啊 如果是个比特别跌破三十千的话 他就真的是进入一个超级无敌熊 是我可以跟你讲 他分分钟像二零一八年这样子 贪了一个一年半到两年 他才开始慢慢有回跳 就是起色了 说的现在未取成多人也是一直在讲 现在是牛市啊 很泡沫很多啊 ok 这个也 maybe 你是对的 ok 说的我们都要关注双方 ok 我们虽然现在当下 dl 圈跟我们讲什么 是 uptrend 就是个无用置疑的吗 说的什么是 dl 圈的去看回这个 video ok 这个讲 dl 圈的就是给你辨别 基本趋势 so 当下现在这个阶段 他还是 uptrend 没有问题 没有错 ok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 还有一个回落的现象 而且还开始有些 牛市批软的现象 为止是我们很小心注意 尤其是我们多头磁场的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分别注意 我刚才讲那几个交易61,000 然后就是64,000 还有就是现在当下66,500 为止是66,500 很大可能会跌破 可是如果他不跌破的话 为止是牛市 他再发力 再突破回68,000 站上回之前的高点的话 哎 这样子牛市就还在 ok 说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动态方式去推演 说的不用去预测任何事情 我们就是关注价位的突破 或者是跌破 说的66,500 如果真的是守住的话 就去往上找 哎 ok 这样 可能今天的担心是多 因为等下我可能我上传影片的时候 已经是四五点了 可能他已经涨上去 我跌下来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讲 我现在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要怎样去准备自己 爱的你要开仓也好 如果你还是新开仓 你可以开在61,000 你可以放一个 Limit order 在61,000或者64,000 然后止损放一个58,500之类的 ok 你可以放57,500 因为58,000是一个很强很强的support 从目前来说 只是我个人底线 我会看的是61,000 ok 61,000 这样我放一个buffer 可能60,000 或者跌破59,500 说的我可以make sure说 我还赚到一个波段 ok 我还赚到钱 同时又保护到我的常会 如果真的是有大跌下来 然后我可以及时整身轻轻 然后可以再观察 到底是不是要做空 再来去把握这个 接下来 还有可能会走的一个熊市阶段 ok 说的 如果真的比快到时候 真的是跌破3万的话 真的是会是一件很大件事情 这个是反而我们这些人 应该要更开心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扎便宜货 因为你懂得在市场的高点 套货就是套成美金 然后到时候你在低点在烧货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的 牛熊周期很重要 for 一个没有背景的一个 推的的话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是让你的户口 可以翻十倍的最基本条件 如果你没有经历一个熊跟牛 你是经历一波牛是你可以赚到钱 可是你可能没有赚到这么多 如果你可以经历一个熊 再经历一个牛 你真的是很耐心的等着 两到三年的过程 我可以跟你讲 那个回报是很丰厚的 说点 你不要那么短 是一直去急功套利去讲 哦我要做 short term trade 啊一个月要赚几倍又几倍 你这样子的方式 是对我来讲是不sustainable 是不能够延续的一些策略的话 不能够在市场永久战利的这些策略的话 我都不鼓励你去用 因为你今天赚十倍 明天你倒窥到完胜林 liquidation 中爆炒 你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枉然 全部是被一个烟雾 不当你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ok 说的不要踹堵去预测市场 因为人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市场 我们只能做的就是 市场跌破了一些关键的价位 我们去做相对应的工作来去 爱的是做保护措施 啊控制风险 还是去抓住每一个趋势的波段 把利润做到极致 说这是我想要讲的 说的价位我也给你了吗 如果你们还觉得还不够 还觉得我在讲废话的话 这样子你们真的还需要多一点修炼 哈哈哈 ok so bit down of course 我还是后着的 ok 还是后着长线来说 我是后只要大盘 也就是bitcoin 他没有一个剧烈的一个趋势反转 我都还会继续后着他 因为你会发现到即使比特币 我们昨天68500吗 我们看他掉多少吧 其实我没有什么去算 其实是很少吧 因为68000跌下来 你看看他3.41% 真的是微不足道 比起他先天上涨 从这边到这边差不多是10%啦 好像算了10% 可是你可以看到 bit down基本上还算满稳的 可以他站稳在他之前这个前高点这里 ok 就是他跌还是有跌了 可是他跌多少 跌也是跌一个三点多 怕我觉得这个是很稳啊 for 一个新的 all coin bitcoin 这样稍微跌一下其他 all coin 可能就击飞狗跳 跌到10% 20%这样子 可是比较到 哎他站到很稳的 没有问题 ok 所以如果你要买必到 或者是你想要开始做交易 该我讲的那些价位 你想要开始开仓做多 想要放里面 order 你可以去到我的b6下方 这个bybit的link ok 点击进去sign up 现在刚刚好 做3500块美元的这个sign up bonus so let's 参加方法很简单 去我discord上面这边 很多人是问我discord 找不到我放在这边这样大个 你还跟我讲找不到 我真的是不会了 ok 按了discord进去 然后去找public announcement ok public announcement 而且现在public 这个公共区开始 已经出public chat room了 ok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边聊天 然后这边有班长会 恢复你们一些简单基础的问题 如果你们不会开 account 然后还是不懂怎样去入金也好 这些简单的问题都能够在这边 得到回复 至于交易方面的问题呢 这样就会在vip里面解答了 ok so that public announcement 这里去这里完成一到四个步骤 就可以得到你最高 3500块美金的这个bonus so let's 注意时间有限 到10月18号还有8天的时间 过了就没有了 ok so let's 要的话 赶快现在去我的这个link 下面sign up 这个bybit的link 换一分钟时间 然后如果你担心 不会用bybit account的话 不懂怎样做交易所的操作 去这个video看9分钟的video 教你怎样开张冠仓 然后take profit 然后放stop loss这些 ok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了解 你怎样去做一些基本面 技术分析的话 去我的igdm 我start crypto trading 我会删你12个免费的video playlist 你看完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trading这个事情 你想要更深入了解 你可以去igdm 我vip ok vip的话 你就会在这里是成为我们的一分子的 ok so that 这个是我们trader的performance ok of course 不是每一次已经还是会有人亏 我也是鼓励大家把亏钱的单塞出来 啊这是人资场 现在有些人可能亏的时候 紧紧 可是赚的时候就放出来 ok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讲这里不是每一天赚钱的地方 会有亏钱的时候 只是我们信封了一个道理是永远亏要亏最少 赚的时候要赚最多 so that 才可以把赚的 cover 回之前 cut loss 还有钻头 ok so that 这是一直以来我们travel的理念 至于怎样把这件事做到 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去看0 to 1 ok 0 to 1在这里 这里有差不多16个小时的影片 你要讲 哎每个人都知道做trading 就是要亏少赚多 这谁都会讲 可是真正要做到的又有几个 真是把它 systematically跟你讲 第一步到第十步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真的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vision 和 projection说 我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 一定会在这一年里面 你一定赚钱赚多跟少而已 如果你是 vip 你已经看完了之后图案的内容 你认同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你就写 vision 很清晰 vision 很清晰 而不是给你一个哦 这个 strategy 很好用啊 那个 indicator 很好用 可是到最后真的辞行的时候 又一直亏钱 然后又不懂到底自己做错什么事情 so that 这16个小时的 video 不是只是跟你讲 indicator 讲 strategy 还跟你讲怎样做资金管理 怎样去做你的那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 它的仓位管理才是最重要 因为我时常讲 做交易勒 不是交易的当下做的东西 反映了你的performance 而是在你交易进了单过后 你做的什么事情 这个才是影响你确定最大的一个因素 ok so that 今天还有一点点事件 因为今天盘面 基本上也没有很特别 就给你们讲那几个关键的价位 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mindset sharing 大家很久没有听了 ok 今天我想讲的这个mindset sharing 我先讲这个bit到的市值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很久之前就想讲了 因为我不想一直整个video一直讲到必到的东西 可是这个观点很好 我觉得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个是在公有才的频道 你们可以找到的 公有才才是做 youtube 就也是有做update 这些交易的东西 ok 他也是我的朋友 ok 这里他比我还夸张 他讲必到会翻50倍 我在我的video 我讲必到会翻5倍吧 明年了 ok 可是他讲明年会翻50倍 叫我们的拭目以待了 我许是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跟他讲的这个重新认知 市值这个东西 我们是有共鸣是认同的 就很简单来讲 很多人会讲 比到了福利达六德的marketcap 太过大了 不可能去到可以翻很多倍 或者是翻到 就是50块100块 我觉得如果必到要翻去到三位数 我觉得不是一个天方夜谈的事情 做到做不到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到这个概念 他是一个可以把体量做到很大很大 因为到如果你去了解他的那个后面的机制 给大家不好意思 我该完全没有录到我的麦 说的辛苦你们了 今天我以后会注意这个问题 真的不是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用的是根本就是用 macbook 你的内置你的麦 所以今天的音质一定很糟糕 而且再加上该外面又在割草 啊 可是如果我重新讲的话就没有那个味道 所以大家请见谅了 ok 今天真的是一个技术错误 我才刚刚用这个新的设备有一点 还不习惯 说得请大家原谅 ok 说得我们讲回这个比达的问题 说得之前我讲过了marketcap的问题 然后比达 ok 如果你们有认真去 study 过到这个概念到就是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重点在于什么 organization so that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group 一个集团 就好像你想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你知道三位咯 ok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三位是一样的概念 三位group 还有做什么 还有做shopping mall 还有做hospital 还有做餐饮业 还有做电影 好不好好像有一次有 ok 总之他设足了各行各月 只要是赚钱 而且还把它打造成是一个ecosystem 如果你有去到三位区的话基本上他的周围 还在三位university 他全部是一定一个community 围定一个ecosystem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做的是那个名字嘛 so the beat down 也是那个名字 所以只要这个beat到这个名字之前 这个三位的名字之前 我假设你是三位的老板 假设他要做一个汽车厂的店 就是一个新的领域啦 可是他要做的是什么 他只需要找到人才进来就好 然后他把我的名字挂上去 三位的名字挂上去 哦三位moto sport 这样子每一个人都知道 听过三位就会去关注这个moto sport 叫你觉得这个moto sport 还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 可能受到更多人关注 得到更多的钱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everythings about sales and marketing 然后 about 流量 一样在比较比较 现在是一个刚刚新的project 可是他已经自带流量 为什么讲自带流量 第一 他的那个背后的团队 他背后的一个是investor 比特地 他做配抛起来 配抛这个名字 给了比特 丢一自带流量的那个效果 说的这个比特 丢又给比较带了这个自带流量的效果 说的是一层一层叠加下去 我后面bybit 每一个月赚到的钱的一部分 都会放进去 比到这个treasurer 而且不是几百万 几千万美金上下 ok 说的如果你用这个集团的想法来经营 去想这个 coin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这一切什么 max supplies 10 billion 100个亿 就变成是一个 不是那么可笑的一件事 讲 因为他的野心是要做什么 还是要做全世界的financial system的一个 你可以讲是一个载体也好 或者是一个系统知识也好 我之前讲过 你可以把它理前 成是一个VCR 因为在资本的世界里面 虽然他讲比到 还是要做d5 d centralize finance 可是 which is 如果那个项目好的话 他都是会involve进去 只要他们 我和他们的一个整体大方向的蓝图方针的话 不用担心 这个必到一定会去投的 一定会去把他的钱放在那边 然后赚到一些利润的时候来incentify来去把回酬给回都更猴的 而且同时当只要逼到一involve在那个project 你觉得他的那个效益是一加一勒 还是一成以十 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一成以十的 因为这个就是collaboration的那个啊力量嘛 为要不然这么为什么一些大企业要做match 要做联合合并 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体量做大 用最短的时间在这个市场上面插起 说的 我觉得比到的野心会是这样子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最近一直在推一些launchpad 现在过了之前的cbx然后14倍的那个launchpad 如果你有跟到的在下面写cbx 现在他接下来要出一个gengene 也是好像要做launchpad 这样子的概念 so that 你要hold block 逼到你才可以去参加这种allocation 不然你是拿不到他的那个allocation 你就是赚不到那个14倍的钱 ok so that 这个是bit到他慢慢有在做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 逼到还有很喜欢bybit本身 因为我是在两年前就开始用bybit了的人 ok 我真的是从bybit那时候还没有这样出名了 我之前第一个交易所我用的是bitmax 过后bitmax不能用了 我觉得bitmax一直玩臭 我就是好去用byinance sobyinance的用户体验 对我来讲不是最好的 尤其是做期货了 ok so that bybit 他一直主打做lavery trading 做future trading ok 我去试试看 哎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做的feedback 他会马上听取意见 然后买上开始做 当我在trade bybit的时候 他只有四个pairing的咯 btc eth eos xrp 这几个main的啦 ok 还没有这样像现在这样 这样多sport又有sport 推定之前是连sport都没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们的野心是还在 他们是还在做这事情的人 他们不像好像可能 byinance 把那已经做到一定大的体量 有时候他可能就没有这么 像有冲进去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听取用户的一些建议 可是bybit 他是一个很engaging的一个公司 他很在乎他的users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失踪的还是用by 是我自己在用 我才会跟你们讲 ok 用bybit 我不是讲说我自己没有用 我自己没有trade 然后在没跟你画几个图 然后叫你去用bybit 这样子没有 ok so that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bybit的问题 这个bybit的事情 就是讲说bybit 他做这个bid到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肯定是有一个更大的vision 跟他们要做的事情 他们才会launch这个coin 而且这个max supply10 billion 你觉得 如果他真的是要做一个割韭菜的一个盘 那觉得他会放10 billion 10 billion 你懂济南控盘吗 如果真的是 circulation 在市场的话 但他们肯定不是为了控盘 要割韭菜 他们要做的事 真的是要把这个东西做到很大的体量 你看他做到体量这么大的东西 如果他放一个hundred million 放一个一个billion 肯定不够用的 因为他要做的是全世界的financial system的support ok d5吗 什么的d5 decentral finance就要把所有今天的banking system 好像最近黄明志讲 cut middleman 把所有的中介拿掉 把它搬到d5 把整个banking system 放到d5 of course 这个很utopia 就很乌托邦式的一个幻想 可是没有一个愿景 没有一个野心一个想象的话 你怎样可以达到那个境界的对吗 ok 这个就是crypto 一直在做着的事情 他一直在挑战传统的一个金融思维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不要把自己框在这个什么 哦这个marketcap这么大 bitcoin 现在才几百个billion 一定不能够超过bitcoin 你不给bitcoin 他自己涨成长 这样比快涨到一个trillion的时候 这样比较数字也会涨一个十倍 一个50倍对吗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视野来看的话 哎 反正你可以看到无限的可能 而不是把自己说到一个小小的框框里面 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最实际的案例 你们大家都有眼睛看了 你们也已经知道这个公司叫我名字 这个公司是第一个达到trillion的公司 ok 在2018年罢了 ok 这样你可以讲说 这样2018年以前的人这样都知道 在一个世界上是不可能会有trillion company 因为前面没有吗 以前没有人做过trillion company吗 所以你用这样的思维来看的话就很好笑 可是2018年 apple真的是做了全世界第一个破trillion valuation的这个company 所以你这样讲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在下一个 可能过了我们三十五十年后 会有一个第一个 我们都不懂怎样念的一个valuation 可能是h开头的Octalian 的valuation的company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 只要现在 based on 1971年 那个森林体系的那个 就是把美元跟黄金脱钩的这个系统 还存在没有被瓦解的话 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发生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现在手上的货币 一定会有通膨 通膨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 ok 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反而通货紧缩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financial game 这个整个金融系统跟经济是怎样运作 你就知道通膨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趋势 你不可能去避免他 你能够做的就是 爱的把你的active income的速度 赚钱的速度提高 要不然就是懂得投资在一些会增值 而不是贬值的一些asset 而不是手上只握着钱 你现在握着钱 其实你只是给有钱人有机会把你手上的财富 稀释掉 他们不用真的去从你的back里面拿钱出来 去偷你们的钱 他只要去赢个钱 其实他就是在偷你的钱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我在我的之前我的ig上面有讲的我的story错天罢了 我写价钱是死的 而价值是活的 我们需要活在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思维里面 而不是每天只是想 哇这个很贵啊 这个很便宜 当然看着这个冷冰冰的数字 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做到判断的 你要去看到他能够带到的这个价值 而带到什么影响 这个才是重点 我可以很自信的可以跟你讲 这个marketcap 如果你还看不透的话 1.6个billion的marketcap 比起他的treasury bro 你还看不懂你还在那边怕 我还不知道你还会抓住怎样的机会啊 这个机会已经摆到面前 而且很多人会问我 你这样积极推比到做什么 当然我自己投了不少 ok 这是第一点 这样当然我要去推他了 而且越多人参与 当然对我也好了 因为越多人帮我买单 如果你要用比较短视 比较坏心眼的人来看的话是这样子 可是你用大局观来看的话 是一件好事啊 他把钱一直在注入这个体制里面 把这个体量做大 而且这个东西是会改变整个industry 也说不定我觉得是会的啦 他做的东西至少不是那种很短 是他是做一些impact 很大的事情 说的treasury 单单现在就有3.5个billion 他是1比2的这个under valuation ok 我不要talk about 什么fully diluted 啦什么 circulation 放出来又怎样 哎这个你要讲的话 你涨不完 你担心这样多有什么用 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项目 是好的项目 再来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说 这个 circulation 等下整个100%放在市场10个billion 在市场很难涨 ok 有可能很难涨 可是我个人觉得 他不可能把70%的票放给市场 ok 我的个人标准 只要他的total circulation 还维持在30%以下的话 都还是健康 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如果去看他的白皮书啊 他的light paper 他有讲过的 他要拿来做什么 他要拿来做说吗 对吗 这样他说从哪里来 一定要从他的bid到的 treasury来吗 对吗 那treasury从哪里来 就是从那70%来的啊 对吗 好像最近的ftt 他跟ftt做说 对不对 他跟ftt做说的时候 到底他是有把他的手上的 bid到去换一些真金 白银回ftt是不是有value ok so你看这个是他说最近的protocol 罢了 ok 就是到的一个集资来的 道就是给你去做 spot protocol 然后去看到底通不通过 而这个已经通过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之前 bid到会涨一波 也是这样子的原因 因为他去换ftt 这样他把这个筹码换出去的时候 其实他是不是把泡沫做大 把泡沫拉起来 其实没有 当你在做换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其实就已经在变向的做 collaboration 所以做collaboration 永远是把体量做的更大 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二 是一加一大于三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时常会 好像我跟公有才老师的频道 我们都很认同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做的是中文圈吗 说在中文圈可能文化上的问题 大家都比较会诋毁大家什么 我比较不赞同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事情 就是不用去太怕自己的利益受到限制 你怕自己的利益被人家拿掉 是因为你的目光太短浅 ok 然后我跟公众才 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我们自己连线做video的话 能够影响的那个势力是更大更多的 这样更大更多 其实会让他更多人关注我们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讲 反而是一个更大的有是不是吗 说的我觉得这 collaboration 是好的事情来的 说的当我把他剩下70%拿来去 把必到放出去 distribute 出去 我在哪正经班 我一直在collab 我跟第一个跟ft 第二个 我又根本我随根 越来越抓越来越大 你觉得比到这个project的名字 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 不过是越来越好 这样子越来越好 叫你手上的bit 会越来越值钱的越来亏钱呢 我不知道了 说你们自己去决定 ok 说的这个是今天市值上的问题 去好好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ok 苹果也是第一个trian 市值的公司 而且才发生在四年前 ok 说的只要区块链 去是个革命继续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视频简单到这里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他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所以周一到周五的日光 video就不会错过 如果想要去买bit到的话 就去我的这个 bybee的链接去申请 然后买bit到 ok 去找bit usdt bit usdt 可以说今天视频有一点点长 可是我希望对你们大家有帮助了 所以这也是 安生蛋 穿着做手过客 给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见 pace out bye bye 我强大让自己能够 转来的靠自己手 爱的人靠自己手 一生要靠自己走 活着得开的情投 想要得到人生胜利 坚持不放弃 泪花前进 拥有坚硬的心